张华县长王惠美 21日上午至高铁张华站 视察串街南投环线自行车道改善现况 这段从田中街道集集的自行车道 总长17公里 除新设立的自行车道外 还配合现有标示及相关设施加以整合 不论是散步或骑自行车 让民众拥有舒适的自行车道环境 今天来看 我们三铁跑水我们自行车的一个设立 那我们都知道田中离水是好山好水 加上我们田中科技山的成立了 这段时间可以说经过经历慢慢的不一样 那这个我们感谢我们教育部体育署给我们補助千六万 那为我们田中一直到极致的自行车步道 都总等57公里 那让新设立之外部分我们就是配合到现有的这个标示 以及我们一些相关的设施 那整合起来 那让我们田中一直到我们的这个集集呢 大家呢有一个非常舒服的骑脚踏车的一个环境 凌晨三点多就有一些长辈 那也包括下午的时候 尤其晚上有一些年轻族群都来这边 我们的高铁还有配合我们的八宝郡 来做一个运动的廊道 所以我也在这边也是要希望说我们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这里是好山好水 好运动的一个廊道 那我们继续来努力 让我们田中更美丽 谢谢县长还有谢谢 还有一起我们的群众 大家一起努力 田中我爱你 自行车道路线以高铁彰化站为起点 沿着田中八宝寸 二水火车站 源泉车站及二水米猴生态馆 终点与南投自行车道串联 是一条具有三铁及跑水特色的自行车路线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我爱你 公益频道林义俊田中采访报道 欢迎订阅